随时发心 又可退 随时 会退转 为什么呢 人心不定 不定心人 也得能发 发心人多 退心的人也不少 虽真正成就人 不妥 那 诡异发心了 收戒发心了 那 收满了大戒 甚至于学戒 也有退戒 还俗了 靠不住 六道反复不够靠 那顺利发心 就无退转 为什么 他明白四十真相 他晓得 自己的身心 外面境界 到底是什么 会死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他万元放下 他不会退转 这顺利 这顺利跟顺丝 不一样 顺利是真正 明白了 那我们一般 没有定功 是从金教里头 明白的 金教是听佛说的 我们相信 佛没有忘语 我们的信心 从这来的 如果得定了 定可以证明 佛所说的是真实的 不会退行 那凡夫没有得定 全靠信心坚定 相信佛不会骗人 相信佛所说的 都是真话 决定可靠 从这个地方 建立信心 产生力量 心有根 无根 无力 在增长的时候 他就有力量 力量就能够将你 不退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